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7月8号礼拜三 台股间大跌 哇今天几乎是用崩盘的来做形容 台股间下跌274点 虽然8976点 量了1417亿元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台股间跌了274点 盘中一度跌了303点 有人说这是近四年来最大的跌幅 跌了将近300点 好 那朋友这个我们要去跟你去做某些的讨论 某些讨论 就说今天杀出1417亿 今天杀出量人来了 今天量人已经急剧的做放大 所以这个量人 它是一个低档换手量 还是说这边是另外一波起跌的开始 这是必须很严肃的去看待 好好不好 那今天节目的内容应该会很精彩 好所以我们正式今天的解盘了 好 如同一开始我们告诉大家 台股今天破9000点 来到8976点 我离红像看空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在4月5月的时候 应该是5月吧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本破拉回小心 九字头可能会不见 九字头可能会不见 今天已经让你看到九字头不见了 今天已经来到8976点 埃经误息 埃经误息 有时候你会去想 散户的宿命难道就是最高杀低吗 有时候你就会真的这样子想 我记得我在4月份5月份6月份 尤其4月4、5月那时候市场很疯狂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说这边请不要去追高 事实上 从我办投资奖座 我自己可以很明显感受得出来 几乎不太会有人 说实在话 从我自己办奖座过程中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 目前市场的情况是如何 4月半奖座 5月半奖座 几乎是我这头裤 应该是说 因为市场看涨 我看空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愿意来听奖座 这个很明显 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你会去想说 你自己要不要当乌鸦嘴 当乌鸦嘴 有时候我会在想说 我今天零红相告诉你不会长 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啊 真的啊 你说不会长了 那等下其他老师告诉我 我会上看一万亿一万二 那我却当然去参加那种 一万亿一万二的啊 因为你告诉我不会长了 但是有时候回头过来看 你说我零红相 告诉你看空 大盘跌下来 对我有没有好处 有耶 我觉得对我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 老师 你这样子头裤不是 你招揽会有人为目的吗 那这样子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我什么 对我的好处 第一个 我可以睡得心安理得 我可以睡得心安理得 我不会昧着我的专业知识 或昧着我的良心去跟你解盘 这是对我的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我会在股市里面认识到许多好朋友 好认识好朋友 那说实在话 股市这个 投顾老师这个行业 不可能做一辈子 因为他承受很大的压力 好 那看对人家不会跟你说谢谢 看错你一定被干掉的 好 那当投顾老师 他应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旅程 他并不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这是事实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行业 认识到一些朋友 好 忘年之交 那也不错 至少那在你职场工作生涯里面 那你可以认识 很多不一样领域的人 你可以认识到全省各地的 不一样的投资朋友 这也是一个好处 那 最主要就是说 当一波跌下来 你会看到很多人跟你说谢谢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好 那 好 那今天大盘跌到8976点 投票你怎样看待今天这根K棒 很多人解释说是因为大陆股市 我觉得真的不是大陆股市 有的人说是希腊 也真的不是希腊 不要把它想成那么 把希腊无限上钢 觉得好像都是希腊的问题 真的没这么严重 不想问你嘛 昨天为什么道琼开低盘中一度跌200点之后 后来道琼涨93点 那时大不是昨天盘中一度开盘跌了60点 后来那时大涨了5点 你听到意思吗 好 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投资朋友 我们录音的时间点是在下午4点多录音 虽然我们节目是8点多播出 但是我们是在4点多就录音了 以我们现在解盘的时间点 录音的时间点 下午4点多 欧洲股市开盘的 德国股市上涨0.18% 法国股市上涨0.76% 那投票 所以不是希腊的问题吗 如果是希腊的问题 今天德国可能就是开低走低 瘦最低的吗 今天的法 德国股市开高 目前是上涨0.18% 法国巴黎今天上涨0.76% 那昨天的道琼 昨天开盘一度跌了200多点 后来拉尾盘 涨了93点 那时大盘中一度跌了60点 后来拉尾盘涨了5点 你说是希腊吗 当然不是希腊 好 你说好 上海A股或者是上海中的指数大跌 造成台股大跌 我觉得这个影响性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影响性更维护其微 因为我们现在有台互通 特别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万点行情的时候 市场多少人告诉你 要台互通了 画那个梦画得很大给你看 你懂吗 市场告诉你 因为护港通 然后造成香港恒生指数大涨 现在来讲的话 接下来台股 如果能够跟上海股市 来一个台互通 那接下来对台股的行情量 应该会很大的帮助 不是这样子吗 没有啊 所以 以目前来讲的话 台湾跟中国大陆 上海A股 根本就没有多大连统性 所以不用把这个理由 去强加在台股 你说今天 香港恒生指数 盘中一度跌了1800点 香港恒生指数 今天盘中跌了将近跨7% 收盘目前跌5.84% 你说香港恒生指数 受到上海A股 上海中文指数的大跌 所影响 我可以接受 第一个 因为他们互港通 好 上海A股 他现在在救市 国家已经下命令了 反正你就是 自己的股票自己救 好 所以会怎样 很简单啊 自己的股票自己救 所以我就卖上海 我就卖香港 恒生股票的钱 卖完之后 回来自己救母公司啊 很简单啊 就是我在香港那边 我必须把股票卖掉一些 子公司的股票卖掉一些 搬钱回来救自己的母公司嘛 所以一定有人在 沪港通一定有人在香港 卖股票之后 要筹现金回去救 回去救自己的母公司 这个可以接受嘛 所以香港他有联动性 所以造成香港跌 这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啊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上海A股他目前 或上海中的指数 今天是要3600多点 3500多点 好 投资朋友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其实我常想跟你讲一个概念 你去评估一个投股老师 他会不会在5000多点的时候 告诉你全面改进啊 那这边告诉你 不文不文 就像近期的一档个股 5269的翔索 翔索 5269翔索在 上个礼拜的时候 曾经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然后股价从200块 飙到277 每个投股老师都说 他要详索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来到277 结果呢 详索现在打到200块 200.5元 好 同志朋友 我没有买详索 我也没有放空详索 我今天只是想去告诉你 一个投股老师 如果他在涨停板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要告诉你详索有多好 今天跌下来 他不问不问 那你就可以唾弃这个人了 如果到今天 跌停板 他告诉你 他有享受 他有套牢 他愿意去面对 愿意去承担 我觉得你应该 给这个人掌声鼓励 没有人做股票 永远会赚钱 也没有人那么衰 永远做股票 都会赔钱 只是我觉得 一个人 他秉持中心思想 去操作的过程中 他在低潮 比较容易 快速的时间去克服 就是这样子 比较会贵人 去拉他一把 好 这个其次 我今天想跟你聊 是说上海A股 如果他目前 一直暂停交易 或者是有些公司 他暂停交易 这个对于上海 中国指数 事实上是不好的 对上海 中国指数 事实上不好 这个就有 以前有点 类似什么 台股以前 台股以前不是 有一阵子是 涨跌停板 是7% 现在是开放到10% 以前是涨跌停板 7% 现在开放到10% 我记得跌到3411那时候 跌到3411那时候 有规定说什么 跌只能跌3.5% 上涨7% 老听众朋友 如果你在十几年前 有做股票 台股跌到341那时候 有一阵子是这样子 跌只能跌3.5% 涨可以涨7% 那就是造成一个流动性风险 你如果问我说 现在如何就上海A股 或上海中国指数 简单说就是半红楼 不要管 农资该断条 就可以给他断 断完之后 断完之后 断之后 股市板就是这样子 股市超跌 他自然就会去反应了 农资清光之后 他自然就会去反应了 那个很残忍 那个很残忍 但是这个可以给上海 给中国大陆的股民 学到一个 毕生难忘的一堂课 只是这一堂课 学分很贵而已 就像当年的我 当年的我 从10393跌到4555 就整个断头断掉 然后被太出场了 但是有时候 你必须跌那一次交 你跌那一次交 你才去 彻底去觉醒 原来股市钱 没有那么好赚 原来股市钱 不像那些 整天后来的那些老师 告诉你 智智涨停板 那么夸张 原来股市的钱 真的是必须要 脚踏实地 然后去操作 你没有去经历 那个过程中 你没有那个 很深刻的体验 你只会去相信 那些人家 整天只会告诉你 他的股票 智智涨停板 或者是拉回就是买 那当你 你生命中 有某些的跌倒 或经历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去 深深去体会 人真的要开大门 走正路 人真的要脚踏实地 你才能够 比较容易 一盘风损 所以我给 我看上海A股 或上海中的指数 4000点以下超跌了 4000点以下超跌了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 是执政当局 我会建议他们 你就不用管了 你也不用什么互盘 因为半红楼 就让他这样 砍砍砍 杀个三天 大概就融资断头 整个都清干净了 不过这个 只是中国大陆 他因为他目前资本市场 没那么健全 他后面的整个银行端 能不能承受得了 会不会引起金融风暴 那就看他们 他们当初的交易制度 是如何涉及了 也就是说 好如果我执政者 我 我放手 让他这样 砍砍砍 那会不会造成到 后来很多人 我举例好了 跳楼自杀 跳楼身亡 或者有人卖房子 跳楼踏拍卖之类的 那个可能就会比较 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 我们来解大盘了 好 开始 请你仔细 听下来 大盘 我们从 四五月 沿路看空下来 甚至在上个礼拜 或这个礼拜 我们都告诉你 趋势 分析过程中 由大而中 再小 趋势看空 心态看空 短线 能够强反弹 资金 不要超过三成 我的解盘是这样子 没错 好 今天礼拜三 在礼拜一 礼拜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 你不 你不应该 这样一直去测试支撑点 你一直测试支撑点 理论上 它是好事情 但是你不应该 一直去测试 测试 小心 小心 有些东西不能开玩笑 开一次玩笑可以 开两次玩笑可以 开再多次玩笑 再好的朋友都会翻脸 我们那时候告诉大家 你前面的地板是 钢筋水梨 榻榻米 保利龙 不知道 踏下来测试 测一个测两个 游手就应该说了 你不能测一个测两个 测三个测四个 到处就来 反而就不好了 所以在昨天跟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 我再给多头时间 我说 这个礼拜 如果你再不攻 我就会修正我的方式了 结果 今天一根长黑棒 杀下来 所以 各位前面投票 我有抢短多单 今天我设停损出场 在这边跟我们的家族朋友 说声不好意思 很抱歉 今天我有空单获利 当然我有抢短多单的 今天你不可能大盘跌300点 你的个股赚钱 这是你现实 我有空单获利 但是我也有抢短多单的 在这边设停损出场 这边跟我们家族朋友 说声不好意思 真的很抱歉 好 那投票 他给你怎样的启发 他给你怎样的启发 如果我林红象在这里 抢短多单都设停损出场 他给你怎样的启发 应该顺势而为吗 应该顺势而为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没那么衰 我应该敢呼 我可以摸底 人不管你是 人都有人性的盲点 人都有人性的盲点 那这个也是我们彼此教学相长 也许我们在股市里面共同去成长的 在这边再度跟家族朋友说声不好意思 好不好 那大盘我的看法 他大概可以去分三种情况来谈 分三种情况来谈 第一个我们讲比较好的事情 讲比较好的事情 请仔细听了 今天这个K棒杀了将近300点 今天不是跳空开低 然后开低100点之后开始杀 今天开盘只跌了24点 今天开盘只跌了24点 今天盘中最多跌了303点 代表今天几乎是实体的 270点 80点的这根长黑K棒 所以今天是 一面打压 一面往下踹 一面打压 一面往下踹 你听到一种 一面盘中丢长马往下打 盘中丢长马往下打 然后到后来爆出1417亿的量能 我的看法 接下来走势有三种 好 请仔细听了 第一个 如果明天不破底 不破金的低点 86 8946 如果明天收盘价 收盘价不破金的低点 8946 短线做止跌 然后他开始做反弹 短线做止跌 他会开始做反弹 这是比较好的情况 好 如果明天继续破底的话 那他就会往下杀 如果明天没办法止跌的话 那就请你不要去摸底了 他继续往下杀 那在杀的过程中 他就比较辛苦 他就会往 之前低点 例如像8500点去做测试 类似的 好 或者是说你可以 你在6月份的 有来听讲座的人 你可以用我们之前告诉你的 葛兰币八大法则的 乖离率的概念 去稍微去了解 所以这边我的看法是 明天 大概就可以关系到台股 他是继续往下打 还是他做跌升反弹之后 再破底 跌升反弹再破底 明天应该就是一个 极短线的看法 那原则上 原则上 我比较倾向 不要去摸底 就算明天 他指点开始做反弹 原则上 我都不建议你去摸底了 因为趋势已经是空头了 好 有这次经验 希望给投资者去了解 9170 我们在端午节前一天 我告诉大家 端午节 端午节没错 9170 端午节前一天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这边会反弹 也许反弹到 9500 9600 9700 如果你的上帝 你的菩萨 你的佛祖 或者你信仰的观光 他有机会让你反弹到 9500 你要不要走 还是投资老师告诉你的 千载难逢的 好 买点 好 可能我们乌鸦嘴 但是 刚好 本波反弹最高点是 9500点 就破底了 好 所以 如果明天真的就算开始做反弹 我还是建议你要去积极处理你手中的弱势骨 这是给投资朋友去建议的 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就反弹开始做 适度的做卷空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 5657 我觉得生命每个过程中 都有他殊胜的礼物 从10014跌到今天8946跌了1000多点 跌了大概1500点 1050点左右 特别 1500点 1050点 还会不会让你相信那些告诉你自治掌停板的老师的说法 1000年的修正会不会让你稍微 觉得好像股票钱没那么好赚 1000年的修正会不会稍微 让你贪婪的心稍微停顿一下 那如果你在这边你想找一个专业诚信负责团队 我林红象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欣赖的好朋友 这句话不是落口号 这句话事实上你听我节目每天讲 那这是我很诚恳的展现我的善意 也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跟善意 好吧 公司目前一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能够好好积极面对你手中的弱势骨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图顾林红象 下半段大概剩下5分钟 大盘间这根将近实体的270点的长黑K棒 它在某些东西水能载舟易能复舟 那有两个情况可以去解读 那这个必须用明天开盘来做决定 如果明天不跌 那明天短线会做止跌做反弹 但是那个还是反弹逃命波 如果明天续跌 那就请你不要摸底 它可能就会拉回比较深一点点 这个就希望投资朋友稍微去留意 不过希望你这一波 在昨天为什么我们在礼拜一礼拜二突然告诉大家 我们修正我们的方式 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 这边会反弹 那大家会做测试 为什么在礼拜一礼拜二 昨天前天我们稍微突然改变我们说法 因为这边均线重新做纠结了 因为大力光开始走弱了 可成也走弱了 然后1476的卢宏也走弱了 就说在昨天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大力光3008大力光 大力光已经昨天做拉回了 大力光今天已经杀到盘中最低点是3150块 从3715杀到3150块 2474的可成 从40几杀到今天的低点 我看一下 好 可成今天盘中也杀到359 来到测试到季线 1476的卢宏 从506块杀到今天的低点 418.5 418.5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 高价类股已经进入做整理 好 那我们说投信6月30号 作战行情结束之后 这些比较中小型概念股 像8086红杰科 做拉回 红杰科已经从129.5 杀到今天的98.9 收盘价99 3234的光环 从104 杀到今天的85.7 85.7 5269的翔硕 从这档个股 更辛苦一点点 从277 跌到今天的200.5 200.5 好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在这边 我们倾向告诉大家 就是说 本来我们认为 你 趋势有大而中再小 趋势跟形态是空 极短线你要强反弹 可以 资金不要超过三成 好 为什么到昨天跟前天 我们的看法突然改变了 那这些过程 你要去 去 去学习 好 而不是说 林红相告诉你说 9170这边一定不会破 不是这样子 股市真的不是这样子 那他会随着 时间空间去演变 那希望 你有感受到 希望你有感受到 我们的诚意跟善意 那 大盘跌1000点 每个人都心里都不太好受 那也不希望 特别去 去伤口上撒烟 还是那句话 1000点你学到什么 这比较重要 好 如果1000点能够稍微让你知道 专业很重要 如果1000点能够让你知道 股市不像那些 知智掌停板老师告诉你的 拉回就是买 拉回就是买 如果1000点能够让你 稍微知道 你要开大门走正路的话 那就值得了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1000点修正 那 或多或少 你手中应该有一些 弱势的持股 不想该怎么办 那 如果你需要一个专业 专业的团队 或者你需要一个 专业的团队 那我林红像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好朋友 好 那公司目前有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最后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